美国总统拜登2月5日表示 新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疲软 证明国会有必要就新冠纾困法案 采取积极行动 拜登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的 高层民主党人会面时表示 美国在十年内都不会按照 目前创造就业的速度 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 强调立法者需要采取行动 美国一月份就业增长反弹幅度低于预期 前一个月的就业岗位损失 比最初想象的要大 这加强了政府提供额外救济机 以帮助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论点 拜登正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一项 总额为1.9万亿美元的复苏计划 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大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抵制 他们现在担心国债膨胀 拜登感谢民主党议员 在推进新冠纾困方案上做的努力 参议院周四工作到深夜 拜登的民主党同僚们的目标 是推翻共和党对广泛的新冠救济计划的反对 最终参议院以50比50完全按党派投票 加上副总统贺锦丽的关键一票 最终结果是51票赞成50票反对 从而通过了一项预算决议 保证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 能够推动疫情纾困计划